開始跑步之前我們還是要備戰的 紅豆泥是會油亮油亮的 我再試一個 直接點這個草莓大勝好了 好爽喔 這真的好吃了吧 這個滿滿的奶油餡料搭配上葡萄乾 好幸福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叫Andre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大阪 我們接下來正在備戰大阪馬阿松 沒錯我們在幾天後就要來挑戰大阪馬 算是我第一次來到大阪這個地方 所以一定要來身後新災橋這邊 模擬衝向大阪馬終點 但開始跑步之前呢我們還是要備戰 所以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吃幾家 在大阪這邊的專屬素食 OK那我們就出發 GOGO 開始之前我們先來一個甜點開胃菜 欸攝影師剛剛還好嗎 還好 我們看到有沒有後面名門釣魚燒本舖 欸這間大排長龍欸 經過被這個正正的釣魚燒槍停下來 我直接買了兩位 直接來一條紅豆 再來一條奶油體驗看看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去東京的時候 吃新橋的釣魚燒超厲害 好好吃喔 很好吃是因為它的皮很薄 然後餡料超多 我們剛才看它做的時候其實就看到 哇 超大匙的紅豆 你看那個皮的部分其實超薄的 咬起來的口感超棒 而且紅豆其實甜而不膩耶 不過覺得吃起來就是太甜 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好好吃喔 而且皮真的是超香 奶油來不及拍我已經吃成這樣了 奶油很好吃耶 它的內餡超級香濃的 這個奶油的餡料 跟它的餅皮是一個完美的融合 它不會讓餅皮過度的濕潤 其實台灣的釣魚燒有時候是 好像怕你感覺太小聞 然後給你麵糊超厚 吃起來就很像鬆餅 軟軟的 還沒去魚鱗啊 就濕濕的感覺 其實不是很好吃 但這邊的 欸 道地的就叫這樣 皮很薄 太好吃了 推推 OK 我們這一站來到了中崎町站 我們從坐的地方過來才一站 然後下車走大概五分鐘 其實就到這邊了 但是看不太出來它在哪裡 等一下帶大家去看一下 它是隱身在小巷子當中 那我們這一站要來吃的呢 是素食的串燒 非常期待 因為其實在台灣也很少見 然後在日本應該是更少見 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這間素食串燒吃起來如何 我們剛剛看一下菜單 這家蠻厲害的 它全部都是就是Vegan 但是有一些是有含五星啦 所以可能要跟老闆特別注記一下 那我們剛剛點了一個大阪燒 還有一個綜合的烤串 非常期待 但是老闆也很可愛 因為這間店其實小小的 然後他有特別說 他自己身兼廚師還有服務員 所以他怕人來太多 他沒辦法招待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來吃的話 就是招待一回 吃起來還不知道如何啦 但我相信老闆這個真誠的心 值得大家多等待一下 畢竟在日本這種店真的是超難找 我們就期待等一下的食物上桌 第一個登場的大阪燒來了 看到他這個切開的側面剖面 還可以看到酥肉的這個纖維在這邊 他這個醬油的鹹香味 真的很迫不及待 馬上來試一口 他餅皮的外層其實是 不會說很酥脆的那種口感 但是他是非常扎實 而且又很Q彈 然後搭配上他的美乃滋還有醬油混合之後 那個味道真的是超級香 然後他再搭配了這個 素肉片的這個點綴 其實吃起來的口感就非常有層次 不會單純是很像在咬在麵糊上的感覺 真的還蠻棒的 下一道菜來了 就是綜合的烤串 但這個烤串 我覺得是蠻精緻的 因為其實在台灣 我覺得素材或原料其實都差不多 可是他可以變化成這樣 你就會覺得我還蠻有 一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大腿 然後這邊是他叫雞肉丸子 然後這是魚片 然後還有雞皮 最後這個是砂囊 但這個是他把日文直翻成中文 所以我不太確定是什麼 但是以成分來看 其實這個就是台灣比較常見的就是 豆皮那種製品 然後把它用不一樣的方式呈現 應該是台灣的叫做烤膚 你看他其實是把烤膚切得比較碎 然後拿去烤過這樣 那這個就是常見的丸子 蒟蒻 然後就是絕肉 吃起來很像咬橡皮筋 大家小時候有咬過橡皮筋嗎 第二個來吃的是烤雞皮 它這個就是細腸型的豆皮所串成的 我們來吃吃看 上面有一些鹽巴 我覺得第一口吃下去啊 這個 它的雞皮串 它的口感當然就是 豆類去串成的 有點像是台灣的那種 麵腸 然後把麵腸撕得很小塊 然後串成一串 但我覺得它很厲害 是因為它的醬料 它的醬料 加在這個上面 然後拿去烤之後 有點像是那種鮮貝的感覺 其實鮮貝的成分就很單純 就是只有醬油 但那個醬香味 我覺得是 真的是會吸引你一直吃下去 然後在上面 加上一些比較粗的鹽來點綴 所以其實口感上 我覺得是 會讓我一直想吃 這串其實蠻厲害的 每串吃起來的口感 都是不太一樣的感覺 然後再搭配大阪燒 我覺得這樣一個set 吃起來是 還算蠻飽的 它這個一份是五串嘛 是1320日幣 然後一個大阪燒 是990元 以定價來講我覺得 就是中商啊 其實這五串有1300 是有點偏貴 但我覺得 來日本就是 有這種可以嘗試到的體驗 我覺得還蠻新鮮的 好 我們就搭配啤酒 好好享受一下這一頓 有看我眼前的這個 赤斧代表什麼 我們現在要來體驗 傳說中的大阪限定 四網膜套餐 首先是赤斧搭配上 日本星巴克才有的 豆乳焙茶 OK 我們現在就來體驗看看 聽說都是用這個挖的嘛 四網膜 哇塞 人家啊 來帶一下這個畫面 人家啊 很像那個誰 你知道嗎 神溫辰 人家啊你看看 這個紅豆赤斧 人家說的過 他的紅豆 紅豆泥是會油亮油亮的耶 馬上來試一個 哇這個 麻糬太黏太Q了 我懂這種感覺 這幾天我們就是來背在馬拉松 吃了這麼多好聊到底是怎麼樣 很搭耶 這邊的紅豆真的不得不說很厲害 我們吃了很多間店 紅豆本身吃 我覺得都是偏甜 可是配上茶之後 絕配 欸 大家一定要來體驗 不多說了 我繼續吃 很好喝耶 跟某心來比什麼 我覺得他的味道比較 怎麼講 比較濃香 沒有那麼水 某心沒有那麼水 沒有啦 某心沒有那麼水 只是我覺得他喝起來還是很濃 而且 他的咖啡表層 又附著一層淡淡的咖啡 油亮油亮的 喝起來就滿棒的 期待我們早餐上菜 我今天點了三種起司 來看一下 看起來太爽了 今天特別選這間是為了 就是可以在和堤旁邊 可惜今天外面下雨 所以我們今天整人住在室內 但他的餐點很厲害 我點的是三種起司 然後搭配剛才的美式 如果天氣好 坐在外面吃一定很舒服 下一個 有沒有看到 紅豆吐司 欸 這個是 最道地的吧 日本一定要來吃紅豆吐司 而且它上面也有表稱 淺淺的奶油 我們把它稍微塗開一點 雖然我這樣講好像不太OK 但我們很常去客美多開會 這跟客美多完全不同等級 東西明明一樣 某客 某多 因為吐司一樣都是奶油 但是它的紅豆香味 好厲害喔 這個紅豆我真的比三種起司更值得吃 這個味道更舒服 早上吃的心情更好 太爽了 很多人其實很常說 日本的紅豆太甜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 設計給要拿來配茶或配咖啡 喝完美式下去之後 很中和欸 整個又 那個甜膩感又不見了 可以再繼續來個涼片的感覺 太舒服 OK 我們已經吃完出來了 沒想到 竟然外面有這麼多人在等 其實我們今天算是比較 剛開始開幕 應該說開店時間 差不多我們就到了 所以其實沒有人在等 下面其實室內只有四個位置 但你看看現在門口 那一整排都是欸 但剛剛其實 店員的人還蠻好 都沒有趕我們 但是其實往左邊看 我們剛剛坐的位置 正常如果沒下雨 應該就是在這個木棧板的地方 可以看著這個 就是河流 然後在這邊吃早餐 其實天氣好的時候 很chill欸 但是因為今天天氣下雨 所以有點可惜 我們是坐在就是那個圍牆下面 但我覺得 這間的餐點 還是蠻好吃的 很推薦 而且離梅田站 其實沒有很遠 所以大家如果 剛好來跑大白馬 或來附近玩的話 非常推薦 天氣好可以來這邊走走 OK 我們到下一站 出發 有落山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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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從大阪突然就莫名其妙來到東京 我現在人在表餐道 這邊也就是很多潮牌店或鞋店的地方 那因為其實我們去大阪找一些素食的路上 有一點點沒有很順利 因為很多店其實已經關了 但是在Google上面竟然沒更新 所以我們最後就來東京收尾 這間店聽說很厲害 它是我在IG看到人家是那種脆皮式的糖壁在上面 但是我也不知道吃起來怎麼樣 所以我們先進去吃吃看再跟大家分享口味 喔 口味超多耶 有鹹 它也有TACO耶 然後還有這個甜的 就是這個甜餅看起來很厲害 直接點這個草莓大聖好了 粗花粗花 有沒有看到 這個草莓的量 有點爽 止不住的笑容 先來拆一下包裝 好幸福喔 滿口的 它這個千層酥餅超脆 你看側面 你可以看到嗎 外面糖衣裡面就是千層酥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就是滿滿的奶油醬跟草莓 太好吃了吧 反正這是一口 好爽喔 這真的好吃了吧 很好吃 我們來試另外口味 下一個是奶油葡萄乾口味 這個滿滿的奶油餡料搭配上葡萄乾 其實草莓乾有點解膩的成分存在 就是有點酸甜的口感 重點是我前一天是跑完42公里 完全不會罪惡 吃兩個沒問題 太強了 這間店如果1到5分我可以給到 我覺得是4.3 4.5分左右 它很強是它的餅皮非常酥脆 吃起來口感很厲害 但是老實說我覺得它的奶油慕斯 就中間那個醬 還可以更好 就吃起來沒有真的特別驚豔 但是我覺得它的餅皮的這個口感真的很棒 推薦大家來一定要吃吃看草莓口味 兩個相較起來 草莓比較驚豔一點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 日本大阪結合東京的素食特輯 那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記得多多留言喔 我是你的家安德瑞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然後但是我喜歡你 那麼多 Taiwanese 寶貼